慈濟舉辦大型議診與發放 沙巴慈濟志工結合雪隆 與台灣志工力量 為偏鄉百旦鄉親 帶來生活用品 竭力搬運物資到定點 這一次的發放志工 也為孩子準備了上學用品 收書本 我一二 很多 整齒樣啊 就是襪子 顏色筆 牙刷 練習布 還有書包 我看到這些物資 對我們來說是隨手可得的 但是對他們來講是很珍貴的 覺得要珍惜 我有書可以讀 然後想要幾次買作業部都可以 孩子歡喜從志工手中接過物資 另外發放現場 也設有專區為原住民孩子出頭師 由於百旦地理位置偏遠 距離山打根約200多公里 當地缺乏醫療服務 發放一診 減輕鄉親交通負擔 同時也加強衛教宣導 兩天下來超過400人測看診 不是每一個村民 他們能夠需要市區 因為我們的診所是在市區 然後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跑去市區 然後就如果我們來這裡的話 至少會減輕他們的負擔 然後因為他們不用特地去租車 他們不喜歡補牙 如果他們要補牙跟拔牙 明明牙是可以補的 可是他們不需要 他們不想要 他們想要拔牙 如果有辦法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 跟教育他們正確的刷牙方式 夜晚志工還是把握時間 用心安排孝親環節 讓從來不曾為父母育族的原住民孩子 跟家長心更貼近 志工走入偏鄉 帶來的不只是有形的物資 無形的愛也將烙印在鄉親們的心中 大一新聞 真善美志工 馬來西亞報導